大家好,歡迎繼續回來發達廣場的環節 這次在我身邊,繼續有我們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Jason Jason,你好 這節想和你談談,剛剛派了成績表的翠華編號1314 先和大家看看中期業績的數字 公佈截至9月底的中期業績,期內收益按年增長4成2,去到6億9千5百萬 順利按年增長3成2,去到大約8千5百萬 每股盈利6.18先,派中期息兩先 期內的毛利率繼續維持在69.8的高水平 Jason,怎樣看這份業績,是否都算做得不錯 其實你單看這些數字是不差的 因為你說的,盈利都能夠保持在3成多的增幅 其實都比起去年,全年的增幅只有2成多,是為高的 還有你看回它的毛利率方面 就算你看到近幾個月,內地都有很多不同的集團 來開這類型港式茶餐廳,令到行業的競爭加劇了 但你見到毛利率方面,都能夠維持到這麼高的水平 沒有什麼大幅的下滑 反映集團在定價上,或者在控制的原材料成本方面 都仍然是做得相當之好 所以如果你說單看這些大數,整體的業績 我就覺得不是說真的太過差了 但當然你說單看這份業績就不能的話 一定令到股價升 因為始終你說它有40多倍的PE來計算 你說它每一年盈利的增長3成多 其實都是屬於市場預料之內 所以你說這次雖然出來是叫對板 但由於估值偏貴的時候 都可能令到部分的基金或者投資者 都寧願趁這個好消息就出貨了 對,也跟大家看看分佈的收益方面 看到來自香港的收益有5億2900萬 升了3成1 來自內地的收益增長非常之強勁 至於來自澳門的收益就升了3成2 公司今年在內地的分店 亦都由4間開到9間 見到似乎公司這個業務在內地非常之瘦落 來自內地這一方面 是不是都對公司的盈利是一個強勁的增長引擎 沒錯,因為始終你說在香港方面 它本身都已經有接近30間茶餐廳 你說要再擴張空間就真的不是太大 所以你說計過增長兩點 大家都一定是會放回去內地方面的發展 你說之前它就在上海方面開了很多間的餐廳 你說今期裏面也都在上海和杭州方面就再開多些 整體來說,我相信內地方面的發展 接下來都還是會加快的 就算你看到現在好像內地方面 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港式茶餐廳面世出現了 競爭方面的確是大了的 但如果你說翠華本身有個相對較高的知名度 還有你說在香港方面都叫做營運了這麼多年的歷史 或多或少它的競爭力都可以是較強的 所以你說接下來它在內地方面 能不能夠可以進一步是突圍而出 相信有兩個關鍵大家要留意 第一方面就說中央廚房 就說會在今年就開始在上海方面 是落成第一間,即是2014年 如果你說開了中央廚房之後 大家就要留意了 照計那個原材料方面的採購成本 應該是可以降低的 還有你說在人工方面 由於你說每間茶餐廳 不需要再額外請一些廚師的關係 照計都是可以降低那個人工成本 所以你說開了中央廚房 照道理對業績來說 應該會有個很明顯的幫助 但都要留意了 因為很多不同類型的快餐店 又或者一些的餐廳都好 當然如果你說本身是由一兩間開始做起 去到之後擴大到去 即是幾十間開了中央廚房之後 往往都會令到食物的質素會轉差 你說翠華會不會都會面臨同一個問題 開了中央廚房之後 令到成本下降之餘 反而會令到食物的質素會轉差 令到人們光顧他方面的數量會少了 這個因素對業績來說 就可能會有一個反效果 其次就要留意 因為現在在內地方面開這麼多間餐廳 所面對人工成本的壓力都是相當之重要的 你看到今次這份業績方面 營業額就升了大概是四成三 但是你說人工的開支 升幅都去到接近四成六了 意味著人工的成本 升幅是高過營業額的 如果你說內地方面繼續將最低工資上調 以及你說當那些人 即是運工方面的要求都高了的時候 對於新金的開支 可能都還會有一個上升的壓力在 不是的 Jason 不過我想問你股價方面的情況 現在去到5.28的位置 今天跌了超過半成 市盈率方面都相當高 45倍左右的市盈率 其實都想問一下 為什麼可以翠華做到這麼高的估值 其實是否因為翠華的品牌 是真的這麼強勁 剛才你都提過 看到內地開了很多新的港式茶餐廳 接下來這個優勢 可否繼續維持 你說它的估值這麼高 純粹都是因為過去幾年 的而且確過增長的幅度 說盈利方面是相當之快 所以很多的基金或者很多的投資銀行方面 都比它的優惠是較為高一些 會有一個日價在 但是你說這個日價 能不能夠可以長遠地保持呢 我相信機會比較微一點 一來就說見到盈利增長動力 你說現在每年三成多都相對是不錯 但是當然你說接下來 當那個基數越來越大 令到增長幅度是開始減慢的 再加上就正如你所說 現在內地方面開了越來越多 這一類型的茶餐廳的時候 接下來面對的競爭都會是加劇的 包括可能大家所做的產品 大家所做的那類的菜菜 都是差不多的時候 以前可能你說一個的豬仔包 能夠定價定到十幾二十元都有人去吃 但是當然你說旁邊的茶餐廳 都是做同一類型的款式 同一類型的口味 但是別人的定價可能是10元左右 變相對你的菜單方面的定價 都會有一個下調的壓力在 所以你說能不能夠 單憑一個所謂港式茶餐廳的概念 來可以維持一個這麼高的日價 這麼高的估值 相信機會都是難一點 所以你說今次的業績 雖然出來叫做是對版 但是由於你說估值去到四十多倍 就算你說今年的盈利增長 有三成多也好 但是預測的PE都去到三十五倍 對於我來說都算是挺貴的 一旦如果你說接下來出來 一些的營運數據 或者一些的業績方面 一個不小心有什麼差池 突然之間有個明顯放緩的話 對股價來說 都可能會有一個挺大的衝擊在這裡 所以你說現階段一個股價這麼貴的 內需股、消費股 我就覺得不值得去到買住了 好啊 如果有貨的話 5.3的位置 是不是應該先走了貨 下一步的支持位又在哪裡 如果你說有貨的話 就留意著下面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一來就是調50天線5.2 你說再看低一點 大概就是在11月初那個低位 也都是跟現在的上升軌的位置差不多 大概是5.1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股價 連5元5.1這些位置 都完全是打穿了的話 整個形態就很明顯是轉弱了 到時候你有貨的話 都應該要先走一走 好啊 謝謝Jason 詳細的分析 這節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再做一個申報 剛才說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一會兒回來會有有問必答的環節 飛行家庭觀眾打來204-6566 稍後見